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水晶片 周老师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愿意把我说的开心都分享给大家 周老师为什么今天开心呢 今天陪朋友去逛街 突然走到一家水晶店 然后瞬间就看到了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手把件 被称为水晶之王的太晶的一个手把件 里面的金丝 哇 太美了 我马上就入手了 结果旁边又看到一个绿幽灵的手把件 哇 这个更美 从来没有见过橙色这么好的绿幽灵 马上又下手 正准备走的时候 突然又看到一个手串 铜发金和绿发金组成的一个手串 太美了 就忍不住把三件全部入手 周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些小玩意儿 我喜欢翡翠 然后喜欢玉石 喜欢喝甜玉 也喜欢钻石 但是如果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水晶 因为水晶跟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因为水晶是具有灵性 具有能量的 很多很多人可能他不了解 我大概是在六年前开始玩水晶的 当时戴的是一个太晶的手牌 太晶呢 是吸偏财的 然后提升你的能量和自信心的 那个时候周老师上台演讲 一般都会戴一个太晶的手牌 让周老师的气场特别特别的强大 然后财运也特别特别的好 从那时候周老师又开始玩水晶 不管是白水晶 纸水晶 晶发晶 然后太晶等等都玩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如果你想静心 你想打坐 如果你想改运 其实水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每一种水晶它的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找到适合自己当下的那个水晶 然后去入手 可以去尝试一下改运 而且在精心打坐的时候 你带一个水晶 那个能量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水晶 是通过了上亿年才有可能形成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蛮有能量的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些入手的心得 比如说太晶 那太晶呢 被称为水晶之王 是水晶里面最贵的品种 那么太晶为什么贵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有吸财的功能 叫吸偏财的功能 如果说你想 你的财富从四面方向你涌来 不一定是通过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可能你买张彩票能够赚到钱 可能你做点副业也能赚到钱 可能你随便投资的房子都能赚到钱 然后你就要入手太晶 你可以买太晶的手链 或者手牌 或者手把件都可以 或者买水晶球都可以 那么这是太晶主要的功能 那绿幽灵 这个水晶也特别特别的好 那绿幽灵呢 它也是有吸财的功能 但是它是正财 那正财跟偏财的区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周老师 是做教育培训的 那我的正财就是 我的教育培训公司的业绩 做得越来越好了 那这就是正财 那除了周老师 这一条的收入 那都叫偏财 比如说我的房子又赚钱了 我投资的股票又赚钱了 我投资的黄金又赚钱了 然后等等 或者说我投资的其他副业又赚钱了 那这就是偏财 偏财呢是太晶 正财呢是绿幽灵 而且绿幽灵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想象力 增加十倍到二十倍以上 如果你要静心 如果你要打坐 如果你要灵修 其实绿幽灵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除了绿幽灵以外 铜发金 那铜发金呢 这个挺有意思的 铜发金 这个水晶 它是具有所有水晶的功能 比如说健康 比如说辟邪 去小人 吸财 它都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 所以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那还有一个叫做绿发金 绿发金太厉害了 绿发金也有吸财的功能 绿发金又称为阳启石 据说有这个壮阳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每一个水晶都不一样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上网 查一查这样的新闻 其实你花钱买一个所谓的黄金首饰 或者说你花钱买一个钻石 花钱买一个和田玉的戒指 扳指 手把件 其实我觉得都不如买一颗水晶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提升你的能量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 或者说你想改运 其实水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增值的功能 当然了周老师买这些东西 也不是为了增值 就是为了玩 把周老师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确实是 当周老师拿着这个水晶 或者带着水晶开始打坐的时候 会比平常的灵感多十倍以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能很多人说老师真的吗 他真的有能量吗 真的有灵性吗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不取决于他 取决于你自己 换句话讲就是 你相信他 有 他就有 你相信他没有 他就没有 当你百分之百的跟他沟通 百分之百的爱他 百分之百的相信他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有助于你 所以周老师今天入手了 这四个水晶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和喜悦 就非常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 学习一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去研究了 或者说你入手了 或者你带了 你去体验过了 肯定会对你有帮助 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有钱人 一定家里有水晶 周老师家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纸水晶的水晶洞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晶球 其实所有的这些 特别是广东老板 都特别相信风水 而懂风水的人 他一定会有 会用水晶来布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改运的 提升你能量的一个物件 水晶 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 讲到这好像感觉我是卖水晶的 周老师不卖水晶 然后周老师也没有水晶卖给你 只是一种分享 周老师 如果你经常会听周老师的分享 你会发现 我会把我喜悦的事情分享给你 我也愿意把我悲伤的事情分享给你 我愿意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全部给你们 这就是周老师的这种分享的动力源泉吧 感恩所有的家人 在此也感谢我的水晶宝宝们 感恩大家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